中国排前的大姓王李张琉璃 加起足足有3.5亿人 这个体量就算和国家比都能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国 其中王张两相之所以人都 是因为他们祖父上都会隐形权贵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 而琉璃这两位 那可就是实实在在地道 汉唐盛世的皇族姓氏了 那么如今琉璃两相的各位 是否就是皇族后裔呢 我们每个人的基因 都拥有父母传给你的一半一半 二年以后这样传下去 只要超过三代米祖父公基因 就剩下不多少了 然而只要你是男性 只从父系遗传 也就是说无论多少代 你都会带着你这个祖爷爷的基因 经复旦以及某部方言 透露品牌的叉叉摩擦机构统计 全中国刘姓绝大部分父系 都有被称为F115的歪单背形 刘邦灭秦后 曾重新分封兄弟子 所以在各地称王是妻妾称群 几乎无任何基因能这么强势 那基本就是刘邦的基因型了 而江苏裔的刘姓 则是刘邦的兄弟类型 和这一代分封于刘邦弟弟 楚元王刘娇吻合 也因此证明了 这老刘号称是他妈和龙 在天天地头上了他不太吻合 他爹刘太公那就是他亲爹 只不过在全国的刘姓中 有一个巨大的bug 就是河北刘氏 他们是一种特有的叫做FT93单背形 这个类型和其他刘姓 毫无血缘关系 共祖时间是一个大约2150年前的男性 这哥们的后代 在这个时间之后迅速爆发 成为了主流刘氏之外的第一大促 而2150年前 正好是刘邦的孙子汉景帝的时期 当时的汉朝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七国之乱 就是诸侯造反 而汉景帝留起平衡天下之后 就把自己的子孙取代四处更新 除了后来的汉武帝刘彻 还有长沙并王刘发 中山静王刘上 焦东康王刘记 长山县王刘顺等等 而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就是长沙并王刘发的后代 这也就导入了汉朝子孙 这个景帝之后比比皆是 这个属于刘邦的子类型F813 现在一般认为 就是刘氏家族最多的汉景帝后人 然而河北刘氏F793这个bug 就出在景帝之子 中山静王刘胜身上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名字 都是来自于刘备的口头禅 我乃汉世宗亲中山静王之后 中山静王这个爷们儿 他非常善于生产 但不是那个生产 他啥也不干 就喜欢宠幸后宫 导致活着的时候 子孙就有120多人了 而中山国的封地 正好在河北一带 最后成为河北最大的望族 所以这个2150年前 突然爆发的河北刘氏 很可能就是中山静王刘胜的后人 然而这基因又如此特殊 完全不同于汉景帝的F813 这只能说明 刘胜的生母贾夫人 还真真是个贾夫人 某个奇怪的兄弟 可能和黄飞不知道干了点啥 至于这个基因 还在其他那儿发现过 只有江系的赖氏 涅氏与之相同 这笔胡植账就搞不清了 所以刘胜这人本来就能生 出自河北桌州的中山静王之后 刘备只能是个鞭草鞋的了 而可怜的刘皇叔怎么看 也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汉氏宗亲了